在2020年俄罗斯普西金山拉力赛上 发生的惊险一幕 十几台拉力赛车相机过一个平平无奇的弯道 过弯时由于车速不快 建言翻车冲出赛道 竟成为历来翻车最多的一次比赛 这段路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能让这么多职业赛车手一起失误 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好在有惊无险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如果大家对这场比赛有其他不同的看法 欢迎到评论区打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